有好多宝宝都在后台问凌吗 机灵姐怎么小小眼睛进视啊 到底几度啊 可是这个问题 哪是进视问题啊 根本就是心疼老粉素色问题嘛 机灵姐眼睛几度啦 哦 这位是心疼 机灵姐根本没有进视 只是眼睛小 但这个眼眶显眼大 嗯 到底是老粉 不过啊 怎样保护视力 的确是成长过程中 一个很重要的话题 那今天里面就来和大家说一说 我们家的三姐弟 都是怎样保护眼睛的 一 首先是吃 大家都知道 甜食吃多了 会蛀牙 会发泡 但是你还不知道 如果甜食自由 还会影响湿力吧 因为高糖的食物 会使眼内组织失去弹性 你的逐变长 从而引发湿力下降 所以啊 无论为了匀秤的身材 还是明亮的眼睛 赶紧放在你手上的 奶茶和冰淇淋吧 多吃吃这些富含液黄素 纹身素和DHA的食物吧 二 铁狗控制电子设备的使用时间 自从这选期上 我们可以来啊 机灵姐每天近距离 面对电子产品的时间 至少有四到五个小时 所以呢 他每节课下课 妈妈都会让他眼睛休息休息 多往远处看看 完结一下皮膀 每天手机的使用时间 坚决不能超过三十分钟 三 改善右眼环境 比如我把学习机 从小的换成了大的 把电视机换成了投影仪 布置了专门的阅读区 单人的小沙发 方便他们坐着看书 还加了个落地灯 放着阅读区域的光照通组 就连双房的吸顶灯 也要成了全光谱的护眼吸顶灯 才是那种大面积的光照 最重要的是他还有一个 模拟日落的功能 灯光会在二十分钟内 慢慢按下来 现在年龙也那么内卷了吗 有了这个功能啊 每次让姐弟俩离开书房去睡觉 也不会磨磨蹭蹭的啊 最后啊 还要多多增加户外运动 因为户外明亮的光线 可以刺激视网膜产生多巴胺 逆致眼周生长 大家有没有发现 体育好的孩子 一般视力也很好 原因就在这里哦 好了 希望今天的回答对你们有帮助 还有什么小文理妈的尽管问 我有时间就给你们回复哦